哇 哇哇哇哇哇哇 哈哈哈哈 你在這畫面太好笑了吧 哈囉各位分享你們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LAUTOAUTOMAY 歡迎回來抄寫實戰場模擬器啦 今天呢我們要來拍一點比較特別一點的東西喔 就是在上一集呢這部影片推出之後呢 有些觀眾在這個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 他說老頭這個呢更新之後 這款遊戲更新之後呢 有多了其他的隱藏職業 啊這個隱藏職業的獲取方式呢 非常的特殊 你必須要在這個戰場裡面探索 然後找到了一些相關的道具 拿到之後呢就會解鎖這個職業 那目前為止老頭所知道的 跟觀眾所提供的 這個隱藏職業的這個位置 有三個地方 那我們接下來呢就是要一一的 把他給展示給各位看喔 讓大家知道這些隱藏職業獲得的位置 以及他長什麼樣子 那我們今天這一集就是先把前面這個 應該說這一集就是先 介紹這三隻 玩一下這三隻隱藏的職業 後面再繼續我們的任務好不好 我們就先這樣子吧 Let's go 首先呢我們要先開沙盒模式 沙盒模式會比較好開一點啦 那分別這個地圖呢是這三張 這一張 這一張 是哪一張 這一張 這一張 跟這一張 還有這一張 沒關係跟著老頭走就對了 我們先去第一張圖看一下 應該是不會錯啦 不好意思喔好像錯了欸 哈哈哈哈 我們要去的圖呢應該是這一張才對 這個 城堡這一張 欸對當你到了這張圖之後呢 按下你的F 進入了探索模式 你可以開始探索 看一下這周遭到底有什麼鬼東西 欸這邊有個木桶 這邊還有一個水 廢話 然後這邊樹 這邊還有草 對不對 然後帶你們往後看呢 你會發現這邊 有各種奇奇怪怪的東西 不過這都不是重點 重點就是 前面這一把斧頭 各位看見了沒有 有沒有 純純欲動了 恭喜你 你我有獲得了這個筷子手是不是 哦 獲得了這隻新角色 然後此時呢 你就會發現 前面這三個目前呢 還不能使用的這個派生派系呢 多了一個鎖頭 哦 350筷子手 哦 哎呦這筷子手到底是 何方神聖呢 他的威力到底是會如何呢 我的斧頭拿那麼大一把 來 我們隨便來拿一個跟他可以拼的 350是不是 是不是 那我們就拿一個盾兵好了 好不好 打開看 哦 直接破防 而且他是用斧 斧柄去打耶 他是用斧頭的那個 前端 後面去尻 尻尻尻解決掉了 哈哈哈哈 好這就是我們的筷子手 好不好 好啦我知道各位想要知道 第二個了好不好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第二個 第二個的話呢 也是同一張地圖 在這個的第二張 我是這樣找的啦 當你進入這個地方之後呢 你會發現 這也是一個中世紀時期的地圖 然後你也是這樣 按下你的F 開啟你的探索模式 好好的 遊蕩 好好在這個 城包裡面探索 你會以為他在頂樓嗎 不是呢 我看一下 其實我還蠻好奇 頂樓有沒有東西 哦沒有哦 這裡什麼也沒有 哦這邊居然會有個骷顱頭 Amazing 哇塞 皇冠 欸沒有這不是皇冠 那是一隻鳥 哈哈哈哈 欸 這個居然沒有 沒有職業哦 想說這邊看起來這麼的 哦澎湃 應該是會有什麼東西的 好啦我們就不賣關子了 第二個 這個隱藏職業呢 他會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看到前面有這個 有沒有 很明顯哦 入手了入手了 哦 雙雙錘戰士 雙錘戰士 太太此時 哦太此時 有沒有 今天這樣入手了 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能力哦 那這一隻的話呢 要價500塊錢 500塊錢 然後 我們看看 我們找一個 呃 是500嗎 我們故意弄個比較硬的好了 來 來我們來看看 我看他的攻擊 他的攻擊速度真的很快 起手是超快的 大概一秒打兩下 然後我死了 哈哈哈哈 哦 雖然攻擊方式非常的特殊 像旋風滿 但是呢 小兵終究是小兵 因為畢竟這個500塊嘛 然後這個攻擊 單下攻擊力本來就很高了 所以說被尻掉是很正常的現象 好了 我們接下來呢 看第三隻 好 第三隻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 你只要依序的 選第一個 中世紀1 中世紀2 然後再來就是這一個 哦 這個進來了之後呢 哦 我們呢 一樣 F按下去 開啟F模式之後呢 我們直接到 呃 到 到 欸 是不是這張 好像不是這張 哦 是這張 有沒有看到這個高塔 高塔後面有一把弓箭有沒有 就是這個位置了 還等什麼 拿下去就對了 哦 看雙弓戰士 有沒有 我們就拿到了雙弓戰士了 那雙弓戰士 威力是如何呢 哦 這隻誇張了 這隻要價5310塊錢 如果呢 我是用 一般的戰役模式在玩 基本上 只能丟一隻 或者是連丟一隻都沒辦法丟 這隻實在太貴了 哦 有沒有看到 雙弓戰士 哦 你問到說啊你雙弓 你要怎麼裝鐵 你不要想那麼多 反正他就是會射出來就對了 好不好 少囉嗦 哦 然後我們在用剛剛那一隻 欸 哦 沒事 我們在用剛剛那一隻 很硬的那一隻 哦 直接攻擊看一下 是不是 哈哈哈哈 哇 我現在知道 原來他每一下攻擊是散彈欸 是散彈式擴散式弓箭矢 他一次射幾隻啊 十隻是不是 你在跟我開玩笑 哇賽你在跟我開玩笑 那有沒有 有沒有特別硬的角色可以擋一下 特別硬的擋角色 不行啊 你看 我現在有一個拿盾特別硬的在哪裡啊 這一個是不是 900是不是 看一下 哦哦哦哦哦 哦 歐買尬你看 他媽射超快 哇哈哈哈哈 歐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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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群結隊的話 威力是如何 沙盒模式呢基本上就是不看錢了 你丟多少就多多少 但是呢這相對的 會讓你的電腦直接爆炸 怎樣的爆炸呢 哈哈哈哈 有點噁心 這也太噁爛了吧 這也太噁爛了吧 這兩頭蜜蜜媽媽 你實在想 有沒有 太多會讓你Lag 這是真的是沒辦法的事情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自認為我的電腦硬體不錯 但是呢 他就是會讓你Lag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好不好 OK那我們這邊呢石垂冰 我們來看一下有什麼 可以相刻印 唉唷 唉唷 唉這個牛是有改過是不是 喔 有更新耶 裝那個肩甲感覺好帥喔 哇 哇哇哇哇哇哇 哈哈哈哈 看這畫面太好笑了吧 哈哈哈哈哈哈 Oh my God 這畫面太好笑了吧 哇塞 幹 攻速1.0 攻速2.0 哇靠那個牛被圍死 幹實在太好笑了 這個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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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看一下 如果是宙斯的話呢 唉他這個後面的BOSS都改過是不是 外型就變好帥喔 撐住撐住撐住 轉死他們 directions 慢慢來 不可不行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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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就是這樣 非常好 喔靠這個才太猛拉 500塊就可以有這麼屌的威力 我們看有什麼辦法可以抗衡我們這一群喔 我們現在28隻嘛 弄個30隻好了 實在便祕是不是 然後我們看一下喔 30隻 30隻或 有什麼可以玩 然後我們這邊也有30隻 看會不會lag啊 還好沒有lag OMG 好吵好吵 吵死了 我們輸欸 他們那個盾太硬了啦 靠不到人啦 那盾牌太大K的 盾牌太大K的 沒辦法太大K的 欸 看起來我們贏欸 喔這個險勝 OK 那如果是弓箭手呢 幹我一定會lag 我們不要那麼多我們20隻好了 哇塞 哇塞 我覺得有點噁心啦 等一下喔 先暫停 看一下 Holy shit 好 我們這樣看好了 不要 我們這樣看好了 開始 往臉塞啊 我的天啊 這真的太強了 這個雙弓箭的手真的太強了 這個應該是目前為止沒有人能夠 贏得了的對手吧 真的喔 他那個一次射出十幾隻箭 這真的沒人能對抗欸 即便你是拿大盾牌 喔 然後你說牛好了啦 好不好 我們這邊餓死 他們這邊餓死 你看牛衝過來都死一半了 你看 哈哈哈哈 可憐喔 OMG 這可憐的牛 牛這樣子來活著吧 牛 牛哥哥 牛哥哥 你這樣來活著嗎 等一下 我應該 嗯 取一個很帥氣的距離 看一下喔 OK 這樣子 有沒有 這樣讚有沒有 笑死 對阿 真的阿 你弓箭手出來 天下無敵 無人能敵欸 這個 要怎麼對阿 好啦 如果你是說只有一隻 一隻的話呢 可能還可以過得去 喔 我們就五隻咒斯 配一隻弓箭手 看一下 喔 被電飛了 電到起不來了 但是我平均 但是我平均大概兩三八 就死一隻咒斯 你看你看 一一打多 這隻被做壞啦 這隻才是最強的 你知道嗎 他有三隻牛 喔 射一下牛就死了 然後被撞了 然後我躺在地上繼續射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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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我的頭 抓我的頭 小油撐得住了 阿 這個就輸了 因為 我們後面這隻牛非常的聰明 抓住他的後腦勺 讓他沒有辦法做攻擊 有沒有 這就是聰明的牛 跟笨的牛的差別 再一次 喔 手心又被秒一隻 喔 我們被撞飛 喔喔喔 這個牛錯失了良機 他沒有抓到這個 喔 這位這算女角色吧 對 這個女角色的後腦勺 所以說呢 就這樣滅團了 那我真的沒辦法 我說真的我真的沒有辦法 召喚多隻阿 我真的多隻召喚下去 就像剛剛那個畫面一樣 非常的壯觀 喔 這是三十隻 我們就 就一個一隻看看好了 你要死了要死了 五隻行不行 贏了 贏了 喔唷 阿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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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勝利 好啦這個贏了不用講了 都有弓箭手天下無敵欸 拜託 呃我們來試試看這個好了 38隻 你看 哇噁�omomg 哇哼哼哼哼 哇哦哼哼ар的氣 我要有力飛 我要有力飛 不管有多遠 躁躍了季仙 挑戰了冒險 笑死人了 轉轉弓 噗 literal冷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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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ltural 完全被尞到死阿 噢 我覺得這兩個角色除了那個筷子手之外其他這兩隻還蠻強的 真的 這個這兩隻隱藏職業呢 各位都知道 應該說這三隻隱藏職業各位知道怎麼拿了吧 好不好 我們今天就差不多就先到這裏結束了 那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這三位隱藏職業 這個隱藏角色怎麼拿的呢 如果不知道記得再回放影片再看一遍 記得去拿這三隻 真的他媽超強的 尤其是那個雙弓箭手那實在太誇張了 好不好希望你們會喜歡 我們下一集呢再繼續我們的戰役 我們今天這一集就介紹這個好不好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記得左下角個訂閱右下角個喜歡畫下方留言 我是Lyoto 我們下一集超寫實戰場魔力氣再見面了 掰掰